欢迎来到妮宝贝问题指甲频道 我是Peggy 我是亚瑟 你是不是不知道今天在干嘛 对 我就是刚刚上班到礼拜 然后突然被叫上来 我们今天要录的系列是 丛林打造美甲工作室系列 这是真正第一集 叫做接受美甲训练 这个系列很特别 你有看过吗 没有啊 我看你 这个系列 我们从零打造美甲工作室 我们一步一步跟大家讲要怎样 才可以把工作室做出来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为什么要当美甲师呢 这一集要来讲如何接受美甲的训练 那请帮我念标题 我们进正题 接受美甲训练 接受美甲训练有很多个方法 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先念完 我们等下后面会分门别类的来 以下先来解释 那我们请Peggy以下先来念 来 第一个 线上免费美甲 第二个 政府免费美甲课 第三个 线上收费美甲课 第四个 实体评价美甲课 第五个 美甲补习班 好 那我们开始讲咯 好 线上免费美甲 线上免费美甲 你觉得线上要学免费的美甲 要去哪边学啊 诶 我们的频道里面呢 你去点选那个分类 它就有那个 不要业配 你要说去哪边学 YouTube YouTube 不是啊 是啊 但是我之前我们有 等一下 我们线上美甲有哪些好处 来 第一个 它不用花钱 所以说适合新手来尝试 再来是它时间很弹性 随时都可以学 你在马桶上学都可以 对不对 可是 刚刚Peggy 一向的原因是因为 它没有办法替代真实的学习 对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需要老师亲自教你啊 再加上线上美甲 有时候东一块西一块的 那就容易 没有系统化 诶那怎么办 还好啊 Peggy老师非常的聪明 已经帮你想到的方法了 那就是 我们之前有线上美甲课喔 哈哈哈哈 有做 给大家看啦 这样你们就会比较知道自己要上线什么内容 政府免费美甲课 唉 对 诶 Peggy会叹气就是因为啊 我们过去 一听到政府的免费美甲课 我们就 跳过 对 跳过 可是这个年代 大家都辛苦 所以说 政府的美甲课 这现在其实也是一个选项 主要来说呢 都是一些美甲协会 或者是工会组织 但是特别的事情是 政府有补助 对 政府补助八成或全额补助 所以上课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这种课程啊 通常他们会希望你要先付 课程费用 可能负一半 或者负全部 然后如果说你有认真上课 截讯的时候 他再把费用退给你 可是要注意哦 如果说你跳课 或者没有完成的话 他是不会退款的啊 下面有给一个网址 叫做这个 台湾资讯局的网站 你们可以查到各县市 有开这样课程的资讯 另外呢 我也找到了一个 美甲工会的网站 他刚好呢 有帮大家分类出 有哪些人可以打八折 哪些人可以全额补助 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呢 也有一些补习班啊 他是有把 课程的详细内容 有写上去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线上收费美甲课 一般人讲的线上收费美甲课 课程会比较完整 然后你在付钱之前呢 也可以参考网络的评价 还很像不准的 那网络评价 现在都会叫 学生充欸 就是叫人家洗欸 他也是有花钱洗 好啦 对不对 花钱洗啊 那有些课程 他本身是YouTube 可能付月费制 他就让你去浏览一些课程 那也有像是 好浩 他有出一些这个 美甲的课程 当然也有一些 独立网站 有提供这样子的课程 像是 就是这个频道 他就是有加入会员 就可以这个 看他们的教学 然后 好浩呢 他当然也有一些 不错的这个 肢甲课程 可以在各位去买 也有其他独立网站 也有收费的课程内容 各位可以去参考 实体评价的美甲课 有一些 像是半官方的交易机构 例如说是哪些啊 区域社区大学 例如像我们大指有时间大学 那里面就会有这个大学的这个 推广 对 教育中心 所以就会有什么 政府提供的 场地跟预算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课程就会便宜 而且也实在 如果想要去社区大学看课的话呢 我们有提供这个网址给各位 这是台北市的社区大学联网 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上面找到各个课程 那么在大直 我们当然是要提实践大学 诶实践大学 的推广教育班 推广教育班 你认真点啊 美甲补习班 那这边请Peggy 帮我们介绍一下 美甲补习班有什么好处啊 他毕竟还是一个专业的美甲教育机构 然后也会跟品牌做结合 那有一些是小班制的授课教学 他们会强调证照跟创业 但相对来讲整体费用会比较高一点 这部分基本上是传统美甲师的正式道路 再加上其实现在的美甲补习班 已经想办法把课程精简再精简 费用降低再降低了 所以现在的美甲补习班的美甲全割班 其实已经算是美甲入门班了 对啊 所以说美甲这个行业它是好入门 可是中间要进修要精进要变强 是比较辛苦的了 或者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选择费用比较高 比较好的一些补习班 接下来呢我们展示的是两个连结 分别是俄凯美甲 以及呢 Leona Bo 我会建议就是说在你不知道的状态下 我们选择一个 在这个行业比较久的 比较老品牌 比较制式化的一个补习班 那对于一个 准备要开业的美甲师而已 其实美甲补习班算是正式入门的 它就只是入门 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话呢 那就要下一个阶段了 一对一的老师 一对一老师的课程的好处就是同学赏 但是它飞人比较高 那练习的模特需要自己准备 它是精致的进阶的教学 所以它可以针对高阶技术做加强 如果说你要开店的话呢 其实更适合 因为开店之后 你发现自己哪些不对的 哪些不够的 就可以再继续进修 让你越来越好 如果说一对一的话 更可以针对你 比如说 你哪边知识不OK 或是有什么问题 它可以再更精进的去帮助你 但你不要妄想它会很便宜 因为老师的时间也就是费用 但相对来讲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它一分钱一定是一分佛 那我们讲完了整个美甲的 学习的大方向之后 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几样 常见的一些迷思 美甲检订跟证书 在这边我要问一下佩吉 其实在台湾 需不需要美甲检订 或需不需要美甲证书 如果你要去一般的 不错的店家上班 在他们没有办法 去确认你的技术之前 他们可能会要求这两项 所以如果你为了要进入 不错的店家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你就办就去烤起来 佩吉讲得很棒啊 因为他们没有空慢慢的去 看你的技术 这是最基本的入门票 因为食物来说 其实在台湾美甲是无序征兆的 没有征兆就可以开店了 我们所谓考试或是比赛 它并不是实际上店面的操作 实际上的操作其实更重要 书面的东西不代表你真的很厉害 实际上来说 我是觉得展示作品 比证书有效多了 一百副作品 绝对比一张证书厉害一百倍啊 但是很多人做了几副就懒了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那状况不是很好 我建议的作品不是假片 是真人手上的作品 我们不是要做假片 也不是要故意去弄证书 其实要想办法能够做真人 能够满足客户 这样才会有实际上的业绩 同时间我还是提供一下台湾的证书网站 就是日本的两个证书网站 如果各位还是想要考 可以去参考一下 上课时数的差异 其实我们十几年前刚开月的时候 在台湾补习班上课时数是 是几百个小时的 对都算百的 可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就越缩越短 而且学费越降越低 一般来讲呢 全科班大概是在五十个七十个小时之间 职讯局提供的教育大概在两百三百小时之间 其中的差异主要是因为 美甲补习班为了省钱 他就会让这个学员去自由练习 政府提供的课程 职讯局提供的课程 他就会加上一个强制练习的时间 因为很多去职讯局的人 其实不是那么认真 他就强制把时间灌进去 真的 可是说实话 不管是全科班也好 资讯局也好 这些时数都还不够你开一间美甲工作室 美甲作品累积 像我们刚才说的 不管是征照也好 比赛也好 或是上个数数也好 其实都不是绝对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作品 你的功力要够好 所以通常我们会希望你们能够 有高品级的作品级 这样子的话呢 创业跟求职的话都会比较好 而且要注意的事情是 不要等到你想要去求职 或想要开工作室才开始处理 真的 不要等到开店才宣传 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开始经营这个社群的网络 是 以后呢才能把这些粉丝 转成千给它转回来 嗯 应该也不一定 哈哈哈 你还记得这个网站吗 这好像是我的耶 哈哈哈 那是不是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 2005年的 2005 没有没有 再找不到 找不到啦 我有附上网址 这是考古网站 哦 2005年的时候 佩琪就在认真经营她的部落格 诶我没有认真经营耶 我是真的很喜欢跟大家讲话 那看一下 而且那个时候呢 佩琪还 甚至还写了 她在加拿大 考这个美甲执照的一个经验 诶对耶 好 在那个时候 她一边学 一边跟大家分享 就是她那时候 就已经有了流量 而这个流量 让我们在2008年 2009年的时候 开业的时候 就没有这么大压力 因为她本身就有 一点点 最基础的支持者 可以支持她 好啦 那我今天就分享了很多 就是有关于 怎么开工作室 那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那 如果说想要了解什么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不要觉得害羞 因为如果你们都不讲的话 我们有时候也找不到说 哎 你们想要知道什么 要怎么开课 好 那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 还要分享出去 下一集 我们会来谈 如何做美甲的研究 研究看看 你在家父亲 要开怎么样的美甲店 好的就这样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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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